我們看這題 一個頓角三角形 它的三邊長是連續的三個正數 它的面積多少 我們假設這個三角形的邊長是x x加1 x加2 x是正整數 我們曉得一個頓角三角形 第三邊的平方 會大於兩邊的平方合 如果是直角的話就等於 如果是銳角的話就小於 所以我們就說 最大邊是這一邊 x加2的平方 大於多少 這個兩小邊的平方合 s平方 加上多少 x加1的平方合 奧巴移過來 移過來後就變成x平方 加上x加1的平方 減掉x加2的平方 這是小於0 至於像多少 所以我只能夠 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 是x加3 所以我再想 x平方 減2x 減3 小於0 這可以叫它相乘 x 減3 乘以x加1 小於0 所以就得到 x 它是小於 3 大也不一樣 那 x 是正的嘛 所以就從 1 開始 x 不能等於 0 所以 x 的話 可以等於 1 或 2 但是問題是 x 如果是 1 的話 那三邊長是 1 2 3 這兩個加起來剛好是等於它 所以不會構成一個三角形 所以 x 只能等於 2 所以這個三角形編長是 2 3 4 2 3 4 那 2 3 4 的話 它的面積多啥呢 面積我們用海龍公式 我們那個 x 先把它求出來 s 等於 1 2a 加 b 加 c 這個等到啥呢 2 加 3 加 4 這是 2 分之 9 然後 x 減 a s 減 a s 減 a 是等於多少 2 分之 9 減 2 所以是 2 分之 5 2 分之 9 減 2 分之 4 2 分之 5 s 減 b 等於 2 分之 9 s 減 3 就等於 2 分之 3 s 減 c 等於 2 分之 9 s 減 c 等於 2 分之 9 減 4 就等於 2 分之 1 等於 2 分之 1 等於 2 分之 1 所以根據海龍公式 三角形面積是 根號 s s 減 a s 減 b s 減 c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把它全部乘起來 全部乘起來 就根號多少呢 2的四次方 這是 9 乘 5 乘 3 乘 1 那 2 的四次方 開放以後 就是 2 的平方 就是 4 那 9 可以開出來 2 更號多少 5 3 15 沒有 9 開出來是 3 寫錯了 所以這個就是 最後的答案 面積是 4 分之 3 更號15